台灣人愛喝手搖飲料 每年賣出超過10億杯 每人每年平均買44杯 營業額高達400多億 但散裝食品竟然不用標示 用哪些原料天然或是人工 手搖飲大多是用基改的玉米 做成高果糖糖漿 這些資訊礙於法令 無法強制受搖杯標示 蛋白質最後的結構都已經改變了 有些是體質比較敏感 他烤爆吃了那個基改的玉米果糖 在主要別的飲料 可能就有一些過敏的反應 全世界的玉米糖漿 幾乎都由基改玉米加工製成 原因成本較便宜 但恐怕會誘發過敏 加上基改改造食品 最大問題還有農藥容易超標 可能會稍微顧慮一下吧 基本上會滿少喝的 所以我應該也不會特別去關注吧 6月起糖漿如果用基改原料 超過5%都要標示 但因為首要飲料是散裝飲料 食藥署只要求店家 在店裡有揭露此資訊就可 不用每杯飲料都強調是基改糖漿 造成大漏洞 食藥署恐怕要亡羊補牢 讓消費者對喝下肚的飲料 有更多知識的權利 謝謝董燕君 謝謝你家在台北 三方報道